中一千最多亏近2万元 百计神州上市首日破发 多项光环南城估值之重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科创版日报讯 12月15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版上市 成为全球首家在纳斯达克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三地同时上市的生物科技企业 百计神州破发后 科创版日报记者从业内听到了两种声音 有医药投资者对记者表示 从今年的整体情况来看 医药板块不犯景气 不知道明年会怎样 就在12月10日 港股以及科创版市场 颜外顾生堂 北海康城 四家药器上市 企业发行价分别为29港元每股 388港元每股 12.18港元每股 52.58元每股 宏瑞的销售额有100多亿 市值3200多亿元 百计神州的产品数量总体较少 已经这么贵了 截至目前 百计神州营收主要来自 7款药品的销售 以及技术授权和研发服务 百计神州另有于50项临床前项目 96项计划中 或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项目正在推进 这也让百计神州产生了大量的支出 前述报告期内 百计神州规模净利润分别 亏损47.47亿元 69.15亿元 113.84亿元 24.93亿元 它是知名投资机构高龄资本的重仓股 科创版日报记者也注意到 今年9月以后 IPO寻价实施新规 新股发行价由此抬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股的破发 出于互盘考虑 百计神州已引入了类截机制 授予中金公司为期30日的超额配售选择权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726万古人民币股份